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孩们在夏天也能养出了眼 白天太热所以很多人都不出门 可能吹着空调在看周拉说新闻 晚上不是那么热了有人去跳广场舞 还有一群人在大排档将酒瓶挥舞 既然去了大排档烧烤少不了 所以羊肉创在每个地方都是热销 大排档笔点每一桌都有 当然也促进了对羊肉的需求 有人就打起来买羊肉的算盘 从09年开始一直做到了今年 几年的时间正正赚了一千多万 要想知道怎么赚的胆小者误看 老鼠肉加上名叫转眼变羊肉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挂羊头卖鼠肉 不知咱们吃过每想都不敢想 看来今年夏天要告别大排档 以前只听说过羊肉冒充羊肉卖 咱们到底对羊肉有多么喜爱 这么多的冒充者简直要逆天 这么多的造假者何时才能清完 看到这个新闻周拉真的有点郁闷 如果没人买造假这还怎么混 所以饭店的老板只是为了利益 只要能赚钱顾客吃什么都可以 上家的立场是只要赚钱就行 指出什么事来我也不给看病 这些人从良心上就不能算人 什么时候做个吃饭你们也吃一顿 自己家的东西都觉得恶心 看到别人吃难道自己很开心 想吃羊肉串的朋友您要记住 先让老板吃一串您再放心下肚 造假者因为这赚了不少钱 这不是还被打掉了钱又白赚 还得在牢里面蹲上个几年 不知周拉以后恶情是否再次上演 周拉说新闻已经播报完毕 不敢在外吃饭了太多安全问题 别为了利益他人身体良心都不顾 当然周拉也不愿意问候你们老母